嗨小伙伴们大家好 说学逗唱的哥哥来了 大家好 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 孟赫棠 师承郭德纲 一年捧火一个 很幸运 我排在第63个 也快 我师父现在身体还 还行 就是一 一天 不如 一天 你是不是漏电了 他是敢在郭德纲面前调皮胆大的徒弟 他是于谦的干儿子 是曾经德云四公子之一 也是如今德云社的颜值担当 他在相声中融入他的十八般舞异 弹吉他 BBOX口技 街舞 唱戏 表演 都不在话下 我不知道跳过去还能不能看见大家 对 上演 来吧 走 真不错 他就是曾经做过余谦饭店经理的 孟和堂 所以名字里有个大堂的堂字 但是 孟和堂是如何从大堂之堂 华丽转身 如今立于校堂 今天 我们就关注这位说学逗唱的哥哥 孟和堂 本名孟祥辉 1988年4月26日 在哈尔滨出生 和豆云社很多相声演员不同 孟和堂没有通字工 他在老家上了异校 学的影视表演 但是毕业之后 却并没有明确的人生方向 毕业之后大家都去考北映中西 我就没有那个信心 一是家里条件 二一个我觉得我个儿不够 我说去了肯定考不上 这钱有白花 那会儿 余老师那徒弟冯兆阳 在德云社 他说那个德云社招生 你要不然过来考德云社 我说 这个也挺好 几轮考试之后 孟和堂很快就接到了去德云书馆上课的通知 从那一刻起 不知道要做什么的孟和堂就和相声联系在了一起 可是进入德云社的头两年 却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 尽管有着表演的基础 孟和堂还是要从头学起 师傅师兄在台上演出 孟和堂就在侧目边看 周末再去德云书馆上课 这也是每一个入科新人的必经之路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孟和堂成为了于谦的干儿子 开车领包当助理 久而久之 于谦就喜欢上了这个做事细心 聪明的东北男孩 任他做了干儿子 孟和堂也就住在于谦家里好几年 于谦开饭店 孟和堂从租场地装修到后厨 买桌椅招服务员 事无巨细 样样打点 也就有了孟和堂大堂经理的称号 再后来 于谦见马场 孟和堂又是忙前忙后 盖房子 打井 买马 办事很是能干 一边学相声 一边当助理 一边搞管理 孟和堂的相声学徒经历 也算是德云社绝无仅有的 有了于谦这层关系 孟和堂在德云社的发展之路 也顺畅很多 2009年 他正式拜郭德纲为师 按照德云社 云鹤九霄 龙腾四海排字 排在鹤子科 师傅郭德纲 为他取名为唐 孟祥辉正式有了一名 孟和堂 我在于谦老师的饭店 曾经当过大堂经理 所以说我师傅给名 给个堂子 其实不是大堂经理 他是大堂 他就是大堂 那为什么不叫孟和堂呢 其实叫总管 哪我都管 拿一个扶尘在那 楼面 幸亏没让我师傅知道 我是总管 要不然我叫孟和堂 孟和堂 拜师后的孟和堂 正式跟着郭德纲 学说相声 他在相声表演中 加入了自己的拿手绝活 干爹和师傅 也都不遗余力地提携他 很聪明 孟和堂很聪明 台上台下都很可爱 后台人都喜欢 他叫小孟孟 听着像个男演员的名字 但是台上现在是越来越好 给我们一点提高的空间 我认为这孩子日后 能成个小军 奴隶 有了提鞋 更要有拿得出手的基本功 孟和堂学得杂 但是他能把BBOX 舞蹈 网络流行等所有元素 都揉进传统相声里 他的表演风格 深受年轻观众的喜爱 再加上小剧场的锻炼 堂主的表演愈发熟练 慢慢地获得了 更大更高的发展平台 2018年 孟和堂开办了个人相声专场 同一年 孟和堂和周九良代表德云社 登上了相声有心人的舞台 他们一路过关斩将 比赛中一个个作品 将孟和堂的个人风格 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能歌善舞 表演能力强 表情丰富 流活出色 再加上口技和BBOX 唱歌唱戏都游刃有余 经典的刹车哭 让观众迅速记住了他 一句盘踏 更是成为了当年的流行语 但是也正是在这个节目中 孟和堂遭遇了一些 难以言说的委屈 在一场PK赛中 孟和堂周九良 对阵另一队相声演员 冯启南张伯欣 当时两队的表演都算不错 但是最后表决时 对方的选手张伯欣不乐意了 当场以孟和堂是晚辈 自己让了为由 表示不比了 我们让了 好吧 不行不行 因为是比赛 这是我的决定 这一举动 令孟和堂周九良 无语又难堪 而这一期节目播出后 张伯欣遭到了观众的质疑 看起来高风亮节的让了 实则把对手的成功 变成了是自己让出的结果 缺乏比赛精神 更随意否定了别人的成绩 不尊重对手 但是 这又何尝不是取义 行当理论自排辈 帮派关系的折射 2018年之后 孟和堂开始大火 综艺 电视 电影 都有涉足 2020年年初 孟和堂和周九良 又登上了欢乐喜剧人的舞台 他们通过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 让大家知道了相声 不光可以传统 更可以时尚 所有艺术门类都可以进入相声 一切皆可攀 孟和堂的风格还延续到综艺节目里 跟师傅的关系 也不像别的徒弟那样 对师傅战战兢兢 经常在师傅面前作死 走在德云的小路上 看见了雨前和郭德纲 他们带领着德云舍 走向光芒和辉煌 首当其冲是月云鹏 张云类也是个好榜样 郭麒麟是唯一继承人 没想到又来了郭芬扬 一提起郭德邦来 大家伙知道代表做什么呀 大实话 说天情 天也不算情 回来 你回来 高了 说天 什么高了 相声舞台讲究一斗一捧 每一个相声演员的旁边 都有一个相爱相杀的搭档 相声界的CP 那是真的很重要 像郭德纲和于谦 月云鹏和孙岳 阮云平和高峰等等 孟和堂亦是如此 2010年 孟和堂和周九良 正式成为搭档 历经十年 搭档不改 上台来呢 做个自我介绍 应该的 我叫孟和堂 是他 这位是我的搭档 哇 周航 我是德文社的相声演员 我叫孟和堂 哎 这个老师呢 是我的搭档 哎 老师不敢啥 叫周九良 我叫孟和堂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哦 他还想起来了 自己说 孟和堂您知道吗 哈哈哈哈 有 啊 你还认识那个名字呢 不简单的 这个人啊 对对我 我知道孟和堂 体育挺高 死了没有 不过刚开始 孟和堂和周九良的合作 并没有如今的顺畅 他们两个的流派不同 孟和堂是体验派斗根 喜欢把各种表现形式 揉杂在一起 表演和创作上 偏向灵活自由 周九良 更像是传统捧根 中规中矩 一字不错 九良 我们俩磨合期 不是那么快 不是那么快 有一段时间 得有个二三年吧 两个人开始了漫长的磨合之路 创作中 遇到分歧 各让一步 舞台上 按照各自对包袱的理解 轮番试验 最后 用观众的反应 作为评判的标准 谁也不急着 先否定谁 这合作都是台上 越合作 就是 对互相越了解 对互相越了解 就越默契 就是 有的时候 我这一张嘴 他就知道我要干什么 生活里 尽管孟和堂看起来 可能比周九良年轻 但实际上 他是大周九良 六岁的哥哥 他更像是养儿子一般 照顾着周九良 周九良跟孟和堂搭档时 只有17岁 是跟着孟和堂 一步一步成长 正所谓 你陪我长大 我陪你成绝 久而久之 两人默喜升温 也体现在他们的表演里 一冻一镜 一冷一热 狂造型豆根 遇上了冷淡型捧根 两个人逐渐形成了德云社 新一代黄金CP 从开始的默默无闻 到小有名气 再到现在有了自己的观众和粉丝 从三队到五队 现在的孟和堂 已经独立扛起了七队的大旗 我就是你了 怎么了 你在职位设计 我就是你了 你在职位设计 你别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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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确实是对了 但是我没有说 我没有家的 跟人说没有家的 你没有家的气氛 你没有家的气氛 你说在他们就欺负我 七队自由啊 没有队长 我也就没有被讲过 你是被套配 那么大一队长 说现在网传孟和堂 身为七队队长之职 但是实际没有队长之权 已被七队队员 踢出群聊多时 网上称孟和堂 已被队员架空数年有余 请问孟老师 对此事的看法是怎么了 这也希望您救命回答 在最近的德云斗笑社里 孟和堂被问是否有女朋友 他直接说表态 我都结婚了 算是向粉丝官宣 已婚的身份 但也有粉丝表示 早就知道孟和堂结婚一事 而且这还是二婚 孟和堂的第一任妻子 郝树涵 也曾是相声圈的一员 曾是德云社的主持人 两人在2014年结婚 婚后互动还很多 贫洒狗粮 但在2017年前后 孟和堂被曝和郝树涵离婚 两人的微博 也互相删除了曾经的互动 彼此取消了关注 对于是否结婚 粉丝的反应倒已平淡 只要是他们喜欢的角 堂主能够幸福就行 照前孙礼 周乌正王 逢尘处位 我叫孟和堂 满天春色的人在 悄悄了生存 你而美不美 你而美不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